你沾一点是可以的 好像是说药酒啊 你每天晚上要喝药酒 那不能敬雨 那是补酒 喝一点是可以的 如果是说你 像交激应酬 喝到醉了 那这个就是犯戒 不可以的 很多喝酒有这个 有时候你把月亮看成 两个 那就是醉了 他父亲 教这个儿子 你不可以把 你看外面月亮 你看这个月亮 你把它看成两个 就是醉了 教导儿子不可以醉 那儿子讲 哪有月亮 他喇叭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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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没回去了 你醉了 这个醉的人都会讲说他没有醉 其实都是醉 这众生都是醉的 你要清楚明白佛法 你就是众生在醉至中 你是本身是清醒的 那禅呢更加的深好 主灯慧炎更加的深 但是禅中啊 最后到密教 大圆满的时候 跟历教 守这个戒力 一直到了成就的时候 都是差不多就是 殊途同归 净途也是一样 都会归到同一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教派啊 都是平等 都是平等 你要认清楚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教你最重要的良品 要烦恼要断 生死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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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知道 人死后 以后会有六道轮回 你必须要离开轮回 你必须要离开轮回 你要到佛国净土 你必须要修出光明 然后花福之心 去度化所有的众生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我是很简单的 我跟大家介绍 那么我们密教啊 要证明这个佛性 佛是在哪里 佛其实也是在我们身体里 密教是这样子讲的 眉心轮啊 是必如真啊 这个喉轮啊 是阿弥陀佛 心轮啊 是阿出如来 忌轮啊 是宝生如来 密轮啊 是不空成就如来 那这五个如来 都在你的身体里面 变化成为五大金刚 都在你身体里面 五个如来 就是五个金刚 那你如果把你的身子里面的 开花了 你把这个轮啊 这个给它开到五轮 五轮都开了 五种佛都出现了 五种佛都出现了 这五种佛又代表五个智慧啊 五大智慧都在这里 这个眉心轮啊 就叫做法界体性制 这个法界体性的智慧 就是佛性的智慧 在眉心轮 在喉轮里要开花了 在喉轮里要开花了 就是妙观察智慧 妙观察智慧 妙观察智慧 心轮里若开花了 就是大眼镜的智慧 这个季轮里如果开花了 就是大眼镜的智慧 就是平等性的智慧 密轮里如果开花了 密轮里如果开花了 就是成所做之的 成所做的智慧 五大智慧都在你的身中 就是密轮本身的修行的开花 你的五大智慧 这个都是你要清楚明白的 那么我们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 释迦行 密轮释迦行法先修 然后修上师相应法 修本尊法 这个都相应 再修保平器 保平器以后呢 你开花中脈 然后修灼火 修无肉 然后再修明点法 以灼火跟明点的融合 去开花这 你自己心中的五个轮脉 五个轮脉 全部通通都打开了 你就看见了佛性 你只要开花心轮 所以 大言精致 本身就是佛性 那今天我就 很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这个 好 好我们是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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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尊 阿美投國 好 那現在我們要進行灌頂 今天跟師尊 125 darling 嗎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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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羊羊